来关注一下世卫大会对于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也进行了两天的讨论 并且进行了投票 大会将近七成的国家代表选择弃权或缺席 而中方公开提醒世卫组织 避免政治化不要影响大会的进程 在本周的世界卫生大会上 部分国家将俄罗斯侵略 以及关注乌克兰和周边地区的卫生紧急情况 作为关键议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 最终进入全体投票环节 大会以简单多数否决了俄罗斯的反制提案 但非洲所有国家用弃权和缺席的方式给予了回应 一些与会代表认为 本届世卫大会偏离了卫生领域的关切 成为政治立场的角逐平台 卫生问题是专业领域的技术问题 乌克兰危机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 世卫组织并非讨论 这些问题的合适场合 中方一贯反对将卫生问题政治化 希望世卫组织继续聚焦主则主业 避免引入争议问题和政治性表述 影响世卫大会进程 世卫组织表示 世界卫生大会为各国提供相关问题的讨论平台 每个国家都有提案或反提案的权利 无论是否涉及相关政治考量 马尔他副总理兼卫生部长任本届大会的主席 他在全体会议上支持相关国家对俄罗斯的谴责 引发一些国家的不满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急密输出并没有接触讨论 凤红卫视赵莫迪 瑞士 日证华报道